皇冠CD70 小的叫CD10 大家伙叫CD70 大小 这台CD70是耳机输出 声音小 我一会拆解一下 想看看我的CD10 同样叫CD10 但它不是菲利普 它是皇冠的 好我们开始 拆解CD10 CD70 日本版的机器 过来是110幅的 不要接错了 总体来说机器 还是比较大的 皇冠很少做小机器 那款CD10 索尼大工的 看一下这个 到底是什么原因 点源关掉 可以先看一下 光头系 KSS150A 索尼的 这个光头算是 比较耐用的 而且便宜 仓门 这是仓门检测开关 它把一个150的 小的 工区总成 放进去了 现在 这一块是电源部分 电源可以看到 三阳代工的 我们要把显示屏 这部分拆下来 因为音量跟耳机 插口都在下边 这线路输出的耳机 是正常的 线路输出 接耳机是正常的 索尼 索尼 全是索尼的 但是板子是三阳的 三阳代工的 这个位置 三阳的标志 然后 基本上 怎么感觉都是三阳的 这 这是三阳的 三阳的板子 它没有用三阳的芯片 这 显示屏幕跟文件 三阳的 我们看 需要把它 整个这板子需要拆出来 音量 有可能是音量单位器 脏了 导致的声音小 看下去 手可以 咱们先清洗一下 用酒精先清洗一下 接耳机试一下 火锅 烤 火锅 黑锅 油 火锅 炙 煤 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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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吧 插了一下不多盘了 光头没有回位 一会儿还得处理一下内位置 声音还是小 看来得全部check 像皇冠这种老机器 而且里边的配件都是三洋代工的 尤其是大机器 电容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也不排除 我们先把 电量电位器短接了我们测试一下 这个趋势不用压盘就可以播放的 而且三洋的板子上清晰的写着max 跟最小 我们来短接一下 因为我音箱只接了左音箱 右音箱没有接 所以说要短接的是左音箱 这个问题判断出来了 应该就是音量电位器的问题 我们需要看看音量电位器 是什么型号的 具体接着拆 需要把电源板拆下来 三洋的两个保险管 看左供是 NTK的变压器 要把板子取出来 这是个电源开关 这是个电源开关 电源器可以看到 但是我神牌子的看 看不清它小 清一下 我看电源器得 需要穿下来 拆下来 清洁一下 这个换全新的配件也不一定有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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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行了 这是一个两组的滑动变走器 先测一下有没有跟这个 碳膜跟脚脱开有没有 这个没有反应 有没有反应 这个是不通的 它这个不通是不对的,应该是通的 我们来看一下 声道没有标,但是记得是 这是个右声道,左声道这是个 这应该是右声道,但是这两个是不通了 我们要用导电银浆来修复一下这两个触点 我们要用导电银浆来修复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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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加热一下 现在已经搞通了 我们可以重新上板的测试了 触点没清理干净 这个导电银浆可以室温下固化 也可以加热 加热更快一些 但是你要是让它完全固化 还得等一段时间 我们把它重新焊上 然后清理一下电路板 我们要装回电路板来测试一下 这是个电源开关 这是个电源开关 机器的耳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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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装到位 装到位 我们把电源开关 我们把电源开关 装撕 我们把电源开关 我们把电源开关 装撕一下 声音回来了 这个台式的小台式机的输出功率还是很大的 把它彻底全部装回 尺寸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把线整好 这还有个缝儿 这个鞋没有装好 这个鞋没有装好 总的这种翘着没装对 可不 光头排线压着 这个位置 再 propagation一下 装螺丝之前再测试一下 我看一下光导师没有什么东西卡住了 感觉工头有被东西卡住 换张盘 选机比较慢 好了 我们可以安装螺丝了 在小小的时候 才选择 皮尖 而且 côté钥匙 神第二镶 当我有应该 估计安全 神第二镶 有 точно Rover